冯小刚被告上法庭了 最近有媒体爆料蒋依依因为合同 纠纷的问题起诉了自己现在的经纪公司 被告人是圈内的大导演冯小刚 其实回看蒋依依近些年来的演艺历程 可以说得上是非常不顺 代表作品除了和冯小刚在一起拍摄的 《北折南原》以外 已经有600多天的时间没有进组 很多粉丝甚至都大呼 这是冯小刚名下的经纪公司 故意在拖蒋依依的后腿 否则以她当年的名气来说 即使是混不到京城格格关小彤的地位 想要变成第二个欧阳娜娜也没有任何问题 毕竟和她一起出道的童星 现在都已经名气鼎盛 其实现如今娱乐圈中有很多的艺人 在出名以后都和自己的经纪公司 发生了合约纠纷 比如宋威龙直接起诉了捧红自己的愚症 参加过青春有你二的爱豆预言 也将原来的经纪公司告上了法庭 他们用的理由都是同一个 但是最后的下场却是大不相同 有人认为这些艺人在被人捧红以后就想要出走 实在是有些忘恩赴一郎新狗肺 也有人认为经纪公司如果不能够给艺人带来更好的资源 那么艺人离开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那么娱乐圈中的潜规则究竟是怎样的 究竟是这些艺人忘恩赴一 还是经纪公司太过分呢 首先从蒋依依的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 经纪公司在娱乐圈中对艺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知名童星 蒋依依600多天没有接到任何工作 如果背后没有什么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蒋依依相当于是在被半血藏的状态下 和经纪公司协商了快两年的时间 即使这样都没有能够得到最后的结论 所以才会在愤怒之下将经纪公司告上法庭 这很显然是迫不得已的举动 第二娱乐圈中的经纪公司大多都采取抽成制度 也就是说艺人所赚的这些钱他们要分走一半 对于艺人签署的经纪合约 他们也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就连圈内对自己掌控力已经非常高的大明星 例如王毅博和肖战等人 在签订经纪合约的时候都需要和经纪公司至少三七分 工作由艺人自己来带 可好处却让经纪公司平白无故拿走了这么多 想必放在蒋依依身上只会变得更加残酷 这样一来赚不到什么钱又没有什么资源 解约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第三蒋依依想要解约的事情 其实也暴露了娱乐圈中的一个潜规则 那就是不听经纪公司的话 必然要遭到血藏或者是其他的报复 就像是蒋依依即使现在解约成功 再出来也不会有当年的名气了 对于娱乐圈中的艺人来说 还是不要和经纪公司闹翻好 各位网友你们觉得呢